加油 加油 目前就讀台灣體大經濟4A的羅伯穎 在全運會20公里進走 以1小時32分15秒贏恨 連兩屆全運會敗給金牌張瑋玲 賽後羅伯穎難掩失望之情 今天比賽狀況都算還不錯 可能就自己在配數跟戰術上 可能發生一些可能失誤吧 然後突然在一瞬間就可能自己反應不來 然後沒有辦法去跟上 所以這次比得非常的差 儘管成績打破大會記錄 但距離羅伯穎為自己設定的1小時30分仍有距離 羅伯穎覺得自己的練習不夠多 因為還要經過課業 身體缺乏休息回復 其實休息時間是不夠的 可能卡在教程 可能每天滿堂這樣 練完洗就直接上課 上完下午練習 然後晚上也接著上課 所以沒有太多時間去休息回復 所以時間非常趕 然後壓力自己也很大 在女子20公里進走 就如碩3的張家鳳也帶上晚賽 以1小時45分10秒拿下銀牌 兩人接下來都以明年的亞運為目標 記者賴清雲盧關雲 宜蘭報導 下午餐 可欠 喔 谢谢大家